好 下面我们来对2-6层这一个建筑来创建它的门窗对象 同样我们现在针对下车来创建门窗 怎么来创建 在这里我们选择门窗 这里选择 这里选择查门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当然我们这里选 先选择这一个查窗吧 这是推浪门 我们选择推浪门 选择推拉折门 推拉折门我选择的段数 比如说根据它的宽度为1800的话 我可以选择三段 OK 然后这个为推拉门 推拉门的话 我选择三段的为这种 根据要求也可以对它进行调整 比如说这个对象 OK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强断 强断 这里呢 我们还是选择轴线 它的宽度 这个位置为1800 它的高度为2200 其他不管 然后这里距离为500 好 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 它的编号为自动编号 OK 这样子的话就创建了好了 两个推拉门对象 1822M OK 紧接着我们这里选择 这里有一个图窗 这里 你看我们这里推拉门 已经有了 这里是图窗对象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两段轴线之间 轴线之间 它的宽度 这里当然它的编号 我们还是选择自动编号 宽度这个位置为1800 窗高度为1900 改为1900 窗台高 窗台高 这里为600 然后 这里一个除条长A 我们输入为480 480 然后在指定的位置 我们这块 创建一个图窗 这个图窗呢 我们是在两轴线之间 OK 然后这里一样的 1819 看这种方式 好 同样我们在上车 来创建这个窗 窗对象 这个窗对象 我们根据它的宽度 来创建 这个窗呢 我们选择两开的 然后这个窗 我们就以四项方式 这个窗 它的宽度 这里先为1200 1200的 窗台的高度1500 这个1200 好 然后放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位置 放在两轴线之间 比如说 OK 这里有了1200的 再来 我们这里还有 是1500的 1500的 1500的在哪一段呢 是这一段 OK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 是1500的 好 这里段也是1500的 OK 然后 在这一段是 九白 九白的话 我们应该是在这里 OK 正值的话 就把上面这一部分窗 推拉窗 推拉窗 给出来了 进阶座 这里我们选择 查门 在查门这里 我们同样 这里选择 实木门 门的平开方式 我们为 这种方式 OK 然后查门 我们这里选择 这里有一个 道具 道具的宽度 这里为120 然后查门的宽度 为900 在指定的地方 在哪里来创建查门呢 我们在C C轴线上 C轴线的这两个位置 来创建 当然我们后期呢 可能要将多余的强线 要对它进行删除 按西部键 调整 同样我们右侧 一样的 我们再来 OK 这样子已经做好了 这是我们做好的 这里几个门对象 当然后期呢 我们有可能要将这里 指定的一些强体对象 给删除掉 比如说 这段强体 我们现在把它删除掉 不需要的 OK 这样子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这里我们再来创建 门窗 选择查门 这里我们选择 另外一个门的样式 比如说是这种样式 它的门的宽度 这里呢 为800 有800的 也有1000的 也有700的 门可能不一样 先来看1000的 1000的门 然后它的门里 堕具 都是按照200式来进行堕 堕具的 在这个位置 我们确定 当然这段强体 我们要把它取消 取消 然后这里 这里之后 我们实际上 我们把这段强体 垂直向下 拉到这上面来 垂点上 放到垂点 一定注意是垂点上 OK 当然这里呢 一样的 我们再来创建 OK 当然这两个 后期我们要对它进行调整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两个墙体 我们这里 做好了之后 这里我们要执行一个 修墙角 好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对它进行编辑 编辑好了之后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查门 执行这一个门窗 这里选择查门 查门的宽度 这个位置为700 700了 然后堕具 堕具还是为 212 OK 看一下 金杰拙 在哪里呢 我们这里有两个门对象 有它的宽度为800的 这个位置 OK 这边也是如此 当这个门 这里墙体 我们边住 边对它进行 裁减 OK 当然 紧接着 我们左右 左侧 有两个推拉窗 我们选择窗 窗的宽度为1215 1215 有个1215的话 我们这个宽度 放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可以放置到下面 指定一个距离 比如说是500 OK 然后下面是一个2100 2100的话 我应该是在这一段墙段之中 这里呢 我们放错了 取下 重新来做 这里是1215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干脆把它置中吧 OK 然后这里是2100 OK 看一下 这样子之中 做好了 好 当然 如果这里这个推拉门 这个参数 我如果要对它进行调整修改 双击两次 它的参数不够大 它的宽度 门宽 我改成3000 然后这里呢 我们自动编号 调整 它问全部 我选择全部 看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我们重新来改一下 重新来做 干脆我们重新来做 推拉门 我选择 推拉门 推拉折门的话 3000的话 我应该是三段 三段 这里是推拉门 应该是三段 这种效果 然后之中 宽度为3000 3000 高度为2200 OK 然后放在这之中 OK 这样子已经做好了 好 经济着 根据要求 我们这里将指定的轴线 再来对它进行偏移 怎么来偏移呢 我选择这根轴线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轴线 好像无法选择 我们看一下 这边它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适合对这个图层 轴线图层 适合对它进行锁定 没有锁定 实际上我们现在选择 这个轴线图层选择 然后执行偏移命令 偏移距离为1380 这里呢 我现在应该是将 这根轴线 我选择应该是 这根轴线 将其向上 偏移多少呢 偏移是1380 OK 然后我这里呢 对它进行 修剪 参除 那么右侧 这边呢 我一样的 修剪 参除 当然这个矩形我把它取消 这个矩形化的目的是要进行裁剪的 然后再来进行偏移1500 就是它向上偏移1500 然后这里我们再来进行 废质 然后就它进行裁剪 酸除它 OK 酸除 好 这样子已经做了之后 我们再来废质强体对象 这里是 这个对象 我们这里可能偏移的时候 有点粗濁 这里呢 是应该是1200 将这对象向上偏移的是1200 然后直接举行命令 这样子把它做了 做了之后 我们来废质这个墙体 然后 这里呢 我们选它的高度 当前层高 装墙 左宽为120 右宽 这个位置为0 为0 然后这里呢 我们 依次来废质 这一个 墙体 比如说 它这个墙体 我们应该是从 F3 切翻到 不准模式 OK 看一下 当然这个呢 我们 实际上是从这边 过来的 OK 然后 右边 我们再来 废质 从 这一点 废质到这里 OK 然后这边再来 OK 这样子 把废质墙体 已经废质好了 墙体 废质好了之后 进阶座 在这里 我们来开启一个洞口 从这个位置 开启一个洞口 我们选择这个门窗 执行门窗命令 这里我们选择洞口 洞口这里呢 洞宽为1100 洞高为2700 洞高为2700 然后这个编号 我们为自动编号 当然距离呢 我们这里呢 选择这个距离为600 600 在哪里来制作呢 我们在这个1515 这一段 这里 OK 看一下 已经有了 这么一个 洞 进阶座 在这里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推拉窗 这是一个查门 查门这里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门宽 我们选择两扇门宽 推拉门 两扇门宽的话 我们用哪种呢 用这种都可以 这种样式 然后它的宽度 这个位置为1500 高度这里为2200 不管它 然后在这两段墙线之间 OK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做好了 我们还是切换到这一个视图 我们光看一下 它的效果 我们这里看一下 有了 这样一个 这里一个洞口 这里一个查门 这样子的 从而我们就把这个 二字六层平面图 这个门窗对象 已经做好了 对象 好 对象 有了 对象 对象 所以 感谢观看